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全球众多营养专家一致推荐的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自然修养的纽西之谜粉红炉会赞助播出天然粉炉会一抹被修护 来到了西藏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说这辈子一定要来自西藏 我们一行七人从日喀则出发一路自驾 3 2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我被西藏纯净无暇的蓝色迷得神魂颠倒 一路上都在问自己西藏的水到底有多清 西藏的天到底有多烂 好美啊 好美啊 尽管还有些高原反应 但我们渐渐也开始适应了 所以今天我们极限挑战宝藏型西藏段第二天的旅程 要前往更高海拔寻找宝藏 目标直指珠穆朗玛峰 的珠峰大尾 虽然我知道我们普通人很难登上西藏最大的宝藏 珠穆朗玛峰 但至少我们要做好登山前的各种准备 克服身体和精神的极限 咕咕 这么嗨啊 看 酬 exchanged不错呀 酬々iene不错 最嗨的一下就是现在了 labeling 大家看看这里 这里其实是318的国道 从这里到上海的人民广场 正好是5000公里 所以我们将从这里出发 寻找我们本季的最后一个宝藏 就是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 对 有人知道大地之母是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 我知道 大地之母讲的就是珠穆朗玛峰 查过了 然后它是我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 大家知道它多高吗 8844点几 我们这边现在得到的数据是 8844.43 当然我们肯定是爬不到顶峰的了 您怎么知道我们爬不上顶峰 瞧不起我 岳哥 今儿他就必须得上去 你知道逼我吗 你逼我没有 逼你你也上不去 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体验 我们这个攀登精神 我们现在准备了 在攀登过程中可能会需要的 15样求生物品 这15样的救生物品呢 分别是压缩饼干 卫生纸 火柴 匕首 外卖 急救药品 扑克牌 指南针 桌霞膏 保暖 睡袋 手电筒 紧急救援卡 平安符 话筒 紧急避难的帐篷 这还话筒还在那儿K哥呀 你们听我说啊 现在假设有这么一个情景 你们现在是专业的登山运动员 经过艰难的努力 大家终于登上了海拔 五千二的大本营 但是突然之间呢 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度 然后呢 为了尽早地返回安全的营地 现在呢 要请每一位成员 选择七样 你觉得最重要的求生物品 我们会选出一个第一名 他写的这七样物品 就是最终 你们可以拿到的求生物品 好 帐篷 帐篷得拿吧 帐篷拿睡袋得拿吧 睡袋得拿 他得按重要顺序一些是吧 对 剑总偏锋啊 查外面什么气氛 搞笑吗 为了搞笑吗 他搞笑吗 不了你不了解我 你不是了解我 好 哪一位想先来阐述一下 从岳来吧 首先 急救药包 万一有一个磕磕碰碰 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 就是保护我们整个小区 小区 小区 第二 紧急避难帐篷 是保证你安全的一个港湾 指南针 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分东南西北的 但是我分前后和左右 谢谢 能看懂指南针吗 指南针我还是能看懂的 因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 来来来 你现场跟我们讲一下 你只要拿着它 这现在是上面它就是北 这是北 是吗 那我换一把 手电筒 看书啊 晚上到山上 雪山上看书啊什么的 学习啊各方面的 因为手电筒首先是照亮你前行方向的一个东西 然后匕首 然后压缩饼干 因为人是 肯定是要补充这个体力的 我觉得压缩饼干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紧急联系卡 你没有手机 你要紧急联系卡干什么 我揣兜里 这是我的一个精神寄托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睡袋 好 我来我来我来 你这个太不专业了 回头咱俩可以组队 我带的东西绝对是专业的 首先必须要有指南针 方向不明决心大 你永远走不出去 第二个是火柴 吃啊 以及保暖问题 有火都能解决 然后第三个是匕首必须带 一个是防身 二一个是关键时刻 还可以找一些食物 遇到有人抢你东西 你可以跟他搏斗 你可以拿匕首抢他的东西 对 是 然后差点拿出匕首的时候 抢你的东西 然后压缩饼干 确实也是必须的 能够保证我们生存 手电筒 除了白天就是晚上 晚上万一咱们没有手电筒 肯定不行的 然后就是药品 磕磕碰碰什么的 包括一些其他的急救 需要药品 最后是睡袋 我这一套方案 其实跟迅哥就是雷同 我唯独跟迅哥不一样 就是帐篷和睡袋的事 因为我觉得我帐篷不用睡袋 就是他只能二选一这两个 要不然背的东西太多了 我来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好不好 刚刚听总导演说 我们是往下撤 从这个 珠木拉玛峰往下撤 撤回到5200的这个大本营 是吧 你们爬到5200 然后气温骤降 骤降 然后往下往下走 所以这个紧急状况 首先紧急状况 首先要用自己的能力 先把自己给保住 你要干什么 干顺序 还有压缩饼干 然后接下来就手电筒 晚上救援队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电筒发送信号 那我觉得浩铭这个更让我幸福了 手电筒更重要 是吧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舒心刚改了一个顺序 他是压把火柴改到这第一位 不是 你们没有听清楚 他们那个导演组说的 是突然间到达一个地方 气温骤降 那一根火柴能怎样 气温骤降之后 我们就是要冷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得保暖 所以火柴是必备的 后来我们就是感觉到还是很冷 所以就要这个帐篷还有保暖睡袋 你这是个故事是吗 对 然后后来肚子饿了 就吃点这个压缩饼干 然后看看有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 对 然后等一切都枕装呆吧 再去指南针 再找一找可以走了 发现还没有人来救我 这个时候重返第一步 对 再去找找火柴 再找找匕首 实在不行 那匕首我就怕 他这是一个求救的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精彩 非常符合书星体 嗯 亚伦你这个外卖是什么意思啊 哎 我觉得你这个需要解释一下 不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肯定很了解我 我是到点不吃饭 真的啥都干不了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那个压缩饼干啊 可能在营养方面 真的敌不过我这份外卖 谁给你送呢 关键 他能找着给你送过来 肯定是我们带上去的呀 对 对还剩一份饭的时候 我们怎么了 气温骤降 气温骤降 我们该下山了 对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 每个人都有故事啊 你先等一会啊 你先你先聊 原来就是原来 这是要是写故事的 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但那个外卖洞上了怎么办 没事没事 我一直放这里面暖和 后面一份 这一份这一份 后面吃完了 这吃了 后面吃完了 你真的 我觉得我这就很必要啊 帐篷睡袋 匕首就是来砍柴 火柴是一定要带的 然后呢 手电 紧急卡 就最后一样就压缩饼干 这是必备的 一定得有吃的东西 就等那个救援的人来 当然一定要等救援 你自己在那自救 是危险性非常大的 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下山 是不是 都在这 那要是这样 我跟你说 就直接吧 先就一个联系卡 剩下就把帐篷一搭起来 一个平安服祈祷 然后剩下就卡拉OK玩起来 不是 我觉得手电筒求救 都不用这卡拉OK 这个拿着喊救命 对 就喊救命 说没有 对 比手电筒好用多了 其实我这里呢 因为采访了一些专家 有一个标准答案 好 那您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答案最好的 是人家龙 外卖 外卖 因为在求生的过程当中 能量补给是首位的 对 哦 我们所有人的吃的都不是第一个 对 只有它是吃的东西是第一个 哎呀 误打误壮 不好意思 误打误壮 啊 哈哈 所以呢 食物是食物 当然 可以把我刚才那外卖七份留着吗 哈哈哈哈 哈哈 但我都七十分了 哈哈哈哈 我一开始觉得外卖有用啊 所以排名第一的是食物 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一定要能量补给是首位的 对 好的 第二个呢 是睡袋 睡袋 睡袋 因为是保暖 排名第三的是药品 因为你们还要防一些不测 所以需要携带一些药品 哦 排名第四的呢 应该是手电筒 因为这个呢 夜晚需要照明 然后呢 也是方便搜救和营救的人员 能从很远的地方能够看到手电筒的光 第五个应该是帐篷 帐篷 真要帐篷 真要帐篷 要拿帐篷啊 自己搭一个不就完了吗 你穿在这裹上睡 睡完了走不就行了 那你直接穿衣服得了吧 穿衣服 你穿两头影工服就完了呗 然后排名第六应该是匕首 因为一把很坚实的这个匕首啊 能够建造庇护物 第七是火柴吗 第七是指南针 指南针 为我们指明方向 第八是火柴 第九呢 就是救援卡之类的这种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排名的分数最高的 岳云鹏 你们别人有不服气的吗 没有不服气 我想知道最低是谁 最低是刘雨宁 不是他怎么回事 他这个不合理 他这个东西啊 你那是素 那个素营 就是野吹那种 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基础测试 我们呢真正的测试呢 是在我们的极限登山训练营里面 哦 如果大家能完成我们的考核 我们就可以让大家前往我们的珠峰大本营 但是如果呢在你们当中有人没有红过考核 那我们只能把你们送回上海了 哦 所以大家得努力啊 哦 那不行 那得去啊 对啊 来都来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训练营 耶 好吧 来吧 我说实话 我这一趟最期待的就是真正的自己能够走到珠峰大本营 看到珠峰这件事我是很期待的 就因为我对他充满了一种向往 我觉得我来到了西藏来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登上珠峰了实在是太遗憾了 今天我是要拼的 我绝对不能被淘汰 那你觉得今天谁会被淘汰 那就岳哥吧 为什么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是体力包括各方面是一个消耗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事情 所以觉得可能岳哥会稍微吃亏一点吧 那现在你选择这个岳哥 就将成为你在等级当中的守护对象 如果他被淘汰 所以他的守护者也要跟他一起被淘汰 如果你被淘汰 那守护你的人也会跟你一起被淘汰 还有人守护我 还有人守护我 我是多弱你还守护我 肯定是大勋 魏大勋选的我 亲兄弟吧不是 我们上一期 发现我们俩生日就差一天 所以我觉得选我了只能可能是魏大勋了吧 如果你要实在让我选的话 那我可能会选 任家伦吧 为啥呢 因为 我们俩其实生日就差 就差一天 他比我大一天 他是我比我大一天的哥哥 那我觉得其实也挺有缘分的 但是我希望 如果有这么一个能保护的机会 或者是守护的机会 我希望你来守护他 而且我也觉得 他的体格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守护他的难度也应该不是很大 就是于情于理 于天于地都应该守护他 所以最后我就选择守护他了 那我守护 最近 智商爆棚的岳哥 如果硬要说一个呢 那就是岳瑜 我保护 岳哥吧 谁在说我 一定是有人 在做同样的采访 有人说到我 可能是我爬不上去 天哪 不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如果让我猜的话 我觉得 不能说自己的事 那就去不得吧 还是跟岁数有关 我觉得最有可能被淘汰的 就是书星 因为书星他的确 他前几天高反比较严重 但是如果说 他们就是 能通过这个体能测试 能上去的话 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枉此行 真的 真美呀 这随便一拍就是说话 现在快到我们的这个 训练的大军营了 我一看一串帐篷 我该进去 我想我 那边其实也要 你再在想我 我认为 我认为 他要在想我 训练的大军营 给你 给我 我认为 因为他们做得一样的 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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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困了上班了 走啊 哥你我帮我扶你一点没事吧 啊啊啊 我扶着点扶着点扶着 扶着走走走 互相潜伏 走走走走走 都是戏惊都是戏惊 我背你我背你我要保 我背他你背他 我背这怎么呀 那我背你啊 啊啊啊 我跌了啊 我又有我的中间夹子夹住我了 啊欢迎你们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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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是你们的极限特训员 哦我叫赤罗 珠穆拉玛峰呢 每年的五月中旬还有下旬是 最好的攀登期 哦 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晚了 五月的中旬和下旬 对对对 但是你们还可以挑战一下 海拔五千两百米的珠峰大本营 哦 哦 哦 那你们知道咱们呃 中国登山队首次登山这个珠峰 是什么时候吗 1960年5月25号凌晨的4点20分 哦 我查得很清楚 对对对 然后攀登这雪山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对对 海拔六千五百米以上 人的大脑反应速度也会变得迟钝 在我们通过那个冰凤的时候 大家呃 一定要结伴同行 切记不能单人行动 然后彼此之间还要用绳子连接起来 哦哦 行 彼此呃之间的距离应该10到12米左右 保证可以互相帮助 哦 对对对对 12米这个距离我觉得一个是安全 还有一个是什么空气太稀薄了 哦 靠太近的话 你把我空气抢了 我怎么办 哈哈哈哈 还有在我们通过 列系的冰桥的时候 啊 还有一定要记住要匍匐前进 匍匐前进 对对对 哦 如果不小心埋在雪中了 啊 然后让口中的唾液流出来 把雪融化 看着流动的方向 然后来确定自己是否处于倒置 哦 哦 哇 这个是学到了 对 对万一是倒置 就麻烦了 还有咱们在向前跨步的时候 两脚的前掌 踩雪 踩成台阶型 然后再移动后脚 哦 踩啊 这样 哦 现在有请我们的营长说一下 咱们这次训练营的规则 好 好 大家辛苦啊 今天一路奔波 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个 极限登山 训练营 大家还记得我们极限挑战宝藏型的口号吗 不记得 哈哈 你说的最多你不记得 一起骗 一顶营 好 所以 今天我们所有的考核内容 都是围绕着这一句话 你们将参加四个大项的训练课程 必须相互合作才能通关 明白 如果有训练没有通过 那么最拖后腿的那个学员将被淘汰 如果有一位就是切实不行被淘汰了 我们有没有方法去拯救他 淘汰的话 他就直接去机场了 好 我相信大家都想去珠峰大本营吧 当然 来都来了 谁也不想掉队吧 对 对 所以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好 当然每一小项的任务 你们可以反复挑战 除非你们自己放弃 好 不会放弃的 一起拼 一起拼 好 那么我们现在因为要去登山嘛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房间 就是体检室 你这个体检不行 谁也帮不了谁啊 哈哈哈哈 我比如说你心脏跳得慢就捶你 就是你心脏就快起来了 走 好接下来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健康制品表 好 请一定要如实的填写哦 身高也要如实填吗 对对对 体重可不可以不填啊 我们这些都要真实的填写 因为关系到你们接下来爬山的人生安全 如实 那你姓名 你姓名填一名还是填原名啊 月 月龙刚 哦 真的 我是不是要把任意球也写上 哈哈哈 我姓演员还有爱豆 爱豆写英文 你这是爱豆 原来吃豆的一个女孩 爱豆女孩 好 好 好接下来我们依次把自己手中填的表传给右手边的人 最内头的是谁给我就好了 刘雨宁 第一位开始 依次的把表中的数据给公布出来 我是第一位是吧 姓名刘雨宁 年龄三十 嗯 性别 男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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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歌手 身高 一八八点五 拖鞋 拖鞋量的 拖鞋量的 速度 三 耐力 三 废活量 三 柔韧性 三 不是太高 也不是太低 盖我了啊 哎呀 哎呀哎呀 姓名 任嘉伦 年龄三十一 你都三十一了 对啊 性别难 职业 表演新秀艺术家 哈哈 哎呀 还是艺术家了 新秀新秀新秀是重要的 身高一米七八 真的吗 真的 哎 哈哈哈 比你了 哎 不哎 不是不良吗 我觉得一一七八不对 来不对 岳哥你多少 我一七四 啊 那这四公分就现在见见真小是吧 对啊 来来 呃 啊 呃 他他鞋跟很高啊 哈哈 我我标准一七八 我标准一七八啊 你俩差不多 来 我标准一七八 来 差不多 那个八八点五的可以先不用站这了 哦 好 我这样也行 也 哈哈哈 可以哈 可以 可以他没有虚报 没有虚报 绝对有了 你看起来不像一七八 怎么我像多少 是不是像一八一 是是是 是哈 体重六十三 刚六十三啊 一个男生六十三 哈哈哈 速度三 他这全是三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姓名 这是月什么刚啊 月龙 月龙刚 年龄三十五周岁 姓别男啊 职业 前几年火的相声演员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火的相声演员太多了 啊 排名也排不上 是吧 没有没有 我说不认 我晚上睡不着觉都听你的相声 我从来没听我过去 里面 你听你相声 我这是怎么 可 招骂哥哥 好 来身高一米七四啊 而体重一百八十KG 一百八十公斤呢 对一百八十公斤 一百 哈哈哈哈 三 哦 怪不得月哥你质疑我六十三 因为我六十三斤是吗 哈哈 啊 心率六三 血氧九十 哎你心跳太慢了吧 关键是没有没有让我心动的事 哈哈哈哈 真的六十三吗 再测一下 六十三你这很容易停的 对啊 哈哈哈哈 你赶紧想好这个事快弄成了 你连人都写信不出来了 啊 啊 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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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九九十五 对 啊 速度 一 哈哈哈哈 自知之明 真的太有自知之明了 他得看 他得看 他有说速度挺快的 是吧 嗯 我说我们在坚城上 我追你的时候 哈哈 我追他好几次 我许他好追 结果追不上 你不用解释 对 我速度很慢 真的 干我了是吧 啊 姓名余浩鸣 年龄三十三 性别男 职业 人这个写的专业 文艺工作者 大勋也想写这个 我想写文艺爱好者 爱好者 团队协作能力四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很正常 很正常 迅哥的 姓名王迅 年龄四十六岁 还没满还没满 我是我是年底的 嗯 那我也要改一下 肺活量三 柔韧性二 抗压力又是五 对 看来能力比较强 真的 经历了太多事 好了 我念一下余淑欣的啊 余淑欣 年龄二十五 括弧未满 性别女 职业 演员 爱豆 歌手 女团 职业比较多啊 身高 一米六八 一米六九 一米六九 这个九这写的呢 我提出质疑 一米六九 那脚尺拿来 来来来来来 站起来 正好 今天现场有尺 拿出来用 太狠了他们呀 对呀 脚在这儿 算了 我这两千妹做什么贡献 我就躺着凉凉吧 还没到还没到 往后再往后推一点 再往后推一点 好了 多少 好 169 真是169 169 对吧 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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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魏大勋了啊 姓名魏大勋 年龄三十一岁 性别男 职业 演员 给我赶成一摔好了 身高一米八三 我觉得是有的啊 都是都是真实的 对 体重七十公斤 智商忽恶忽低 忧虑症没有 自还停不下来 狂躁真是有 哇 鬼 哈哈哈哈 好 根据你们刚才的 所有数据的综合评判 你们都不符合 登山运动员的标准 完了 都不符合 那就我们可以训练吧 是吧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可以给你们进行 相关的训练 然后能打标之后 就可以拿到相关的证书 去登山 好 好 这一轮一共有四项挑战 咱们的第一项是 测试我们的身体游刃性 完了 完了 最硬了 哪个木呗 就是皮肠 皮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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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容忍性可好了 我皮个呗 我我需要先先载一下 不都是拉伤的 我觉得你主要是注意一下裤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嗯 嗯 好 底下是吧 我已归来我心机我到 是配对错数一定调 还要得到 哦 哦 哇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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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有你就行了 我跟你说 我 我 我终于看看 我现在 哈哈 对 没错 没错 小心哦 小心哦 小心韧带撕裂 对 哈哈哈 你要到这样我也能 你来大熊来一个大熊来一个 来来来 这有啥凹的 这谁给他凹了一下啊 这还凹啥呀 这还 这这 这 这 小心啊 啊 哎呦 哎呦 哈哈 这轮的挑战就是批刹接力 全员批刹 连起来达到12米 就算通关 不是 12米得到哪啊 12米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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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米 先拔好顺序 然后我们就等一下 直接张开了 对 先拔好顺序 先拔一下自己的长度 先亮一下 好 好 好 2米2 好好好 你试一下 我只能劈到这 继续下一个下一个 哇呀 史上最硬的韧带 这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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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出身就不一样 这就叫史上啊 这就叫史上啊 可以啊 哇 可以 来来来快快快 来接着谁 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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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火锣轮刀 还有一点点 不行还不够 啊 怎么还不够啊 还有你啊 还有你啊 你还没上呢 哈哈哈哈 来来 快不行了啊 不行了啊 好 好 快 快点快 啊 啊 啊 后期老师帮帮帮帮我这个腿屁的稍微长一点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说坏 快点 别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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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吗 啊 啊 哎 成功到达13米 你 坚持一下啊 我们慢 检查一下 仔细一下 哎呀 怎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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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得仔细一点 不行了 不死了 啊 你快一点 来 来 检查脚对不对 先检查脚对不对 哎 好 好 不用 你看着脚 你不用看着那个尺 你看脚连上不就完了吗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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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达到多少米 十三米一 好 第一关 过关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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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啊 成功 好 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你们 这个不是难度的事 我们主要是为了登山 不是为了难为谁 对呀 对呀 初心不能忘了 初心不能忘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团队的那种气势 就是一二三那种的是不是 来 咱们 一准拼 一准拼 恭喜大家通过了体检的考核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抗压力测试 测大家的血压和心率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七个人血压不能超过一千是吗 等一会儿 我们有个非常专业的仪器 花了我们所有的经费 心率测量仪 所有的经费花这儿了 所有的经费花这儿了 这是乱花钱 真的是 每位嘉宾都要看网友的评论 看完之后 心率不能超过一百 就每个人看自己的恶评是吗 网友的善意的评论吗 这下来 这个最能承受的 我们迅哥 我们来吧 迅哥你坐到这个测量仪这边 我们给你带上脉搏检测 现在多少 现在是九十八 现在就这么高 要控制在一百以内是吧 对 放松心情 迅哥 差评来了 自从迅哥出生 人类分两类 孽齿类和非孽齿类 不是 我这个 我这个有那么孽齿吗 挺孽齿的 迅哥 没有吧 其实我今天 我真的我在这回应一下 我这个牙你们看一下 它并没有那么突出 它是因为 好了 迅哥 不用解释 迅哥 你昨天看到我们发那个合照了吗 那个合影 就你在前面 你是第一个 你当那个自拍的 然后 然后整个画面都是你牙齿 牙齿在了画面三分之二 不是因为萌芽太突出 而是因为里边这个 它往里长了 显得突出 哦 是的 是的 对 现在心跳多少 八十六 哎呀 越说越低了 越冷静了 越心安理得了啊 心安理好 看下一题 哇 迅哥这个别看了 啊 这怎么了 有网友说 迅哥参加了那么多季的极限挑战 为什么综艺感没有任何提升 这就说明这个人比较不忘初心 哈哈哈哈 说完的好好好 综艺感 综艺感这个事我自己都知道 好了 确实 就说到那说到那 哈哈哈 多少 八十四 八十四 好 恭喜迅哥客观 特别好 特别好 我去吧 哎呀 这个这些恶评 这些恶评都太弱了啊 一百零一 哦哦哦 缓一下就好了 缓一下就好了 九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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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始 虞书信 你的头怎么这么大 上车也磕到头 受伤的也总是他 所以我愿意来你们极限挑战啊 七十五 因为有雷佳音老师 我自从跟他同框之后 我再也不觉得我的头大了 所以这一期没有他 我还觉得挺难过的 哈哈哈 还有月月啊 月月头也挺大 哈哈哈哈 月哥的头没有那么大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去比比 不不不不不不比不比 哈哈哈 那你多少了 七十二了 哇哦 虞书欣唱歌跳舞都不行 你凭什么能够成团出道 唱歌跳舞不行吗 我觉得我唱歌跳舞 这段时间里是进步最大的 然后至于我能成团出道 而且是第二名 那应该是我本身的魅力所在 青春制作人们愿意投给我 所以我就成团出道了 可以吧 八十九 好 过关 我太容易了吧 怎么给他说的有点开心了呢 听完这恶评都哈哈了 因为我真是太小尔克拉 这些恶评 我根本就不在乎 九十七 九十七就在边缘呢 哥 看完岳云鹏的时尚大片 没有脸的那张最帅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了 看完岳云鹏的时尚大片 没有脸的那张最帅 我们的时尚大片也是 不露脸的那个最帅 是吗 哥你别在意 你怎么走了呢 你面对恶评面对不了吗 是的 哈哈哈哈 算个照片啊 算个照片 这个就是 哈哈哈哈 你这个你你都为什么你能够通过 把它公布出来呢 哈哈哈哈 就你自己不省片吗 哥 就是 哈哈哈哈 哎 这心力上去没有啊 爆炸了 嗯 这炸了 哈哈哈 多少啊 现在 现在多少 啥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 失灵了已经 是嗷嗷叫喊 听见了吗 不 这趟时尚大片 当时是好评的 真的 好评的好评的 当然 对 行了 八十 八十 好 好 好 叫一下 哦 叫载了 为什么我这个恶评有照片呢 比较形上 九十二 来了啊 任国超 耀西 任一球 Tony Prince Allen Leader RGC 弟弟 茶茶 小猪 大人 加伦 名字这么多 都可以组团出道了 可是臣妾记不住啊 不用记住 你就记住人家伦就行了 其他的都可以 免谈 哎呀 真的太多了 你别说网友了 我都记不住 记不住 其实还有很多 那你现在喜欢 喜欢加伦还是喜欢国超 我肯定喜欢国超啊 国超是我的本名啊 加伦是 艺名嘛 行 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超了 别别别 你叫超哥就行了 我朋友都叫超哥 超哥 我是肉骨茶 你还知道肉骨茶啊 你是我青春制作人 我是你的肉骨茶 超哥 我也是肉骨茶 肉骨茶啥意思啊 我不懂 他粉丝名 任国超 肉骨茶 那我也是肉骨茶 我也是肉骨茶 我是肉骨茶 我们都是肉骨茶 谢谢 不行 不能再喊了心跳要上去了 心跳要上去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谢谢 八十七 好 加伦过关 下面谁来 来喽 你什么时候送卫诚一套房 啥意思 你答应送卫诚一套房是吗 说以后卫诚结婚了 我可以送他一套房子 卫诚结婚了吗 卫诚 结了呀 房子送了吗 没有呀 作为一个男人 为什么不对现自己的承诺呢 要对的呀 不是 挣不着钱吗 现在 这肯定要兑现承诺的 只是时间问题 大家知道吗 不是 什么叫时间问题 这我这都过不了 为什么呀 你07年答应了 现在2020年 13年过去了 你13年没有 没有赚到一套房子的钱吗 有呀 就我自己买了呀 自己买了 对呀 然后现在就没有钱给他买了呀 反正这个男人嘛 对吧 这个承诺一定要兑现的 这个我就 我就答应你了 对 承诺肯定会兑现的 好吧 98 98 98 哎呀 哇 这个好 哥 你在八百的演技太好了 看完全篇没有找到你 那我跟你说 104 怎么一个八百超过了卫城的买房 我都没有想到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八百拍的太苦了 我们拍了四五个月呢 然后结果一出来 我看网友的评论说 根本就没有认出我演了 这真的心挺塞的你知道吗 哎 洗澡那个镜头 光屁股呢是不是你 就光屁股啊 很多都光屁股 我就觉得挺好的 就是 当然都没认出来 这也是算是对我一个演技的认可嘛 对吧 也算是算是一种 算是吧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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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可以的 好 大勋 不要紧张啊 这好像真心花大冒险的感觉 99 99 大勋 有啊有说 你虽然职业是个演员 但是 根本就没看到过你几部作品 反倒是每个综艺都有你 你怎么会 回去看看我的作品吧 那还说啥了 刘盛 你说你在综艺上看着我了 你说戏上没看着我 那你就摆栋上搜一下 不知道要去查 不要上网上说 只在综艺上看过他 没看过他的作品 你查一下 你不就知道了吗 虽然没有太好的 但是在慢慢磨练 好了 好能告诉一下网友 你的代表作吗 代表作 在拍呢 108 冷静下冷静下冷静下 代表作你还说综艺 可以 行 我88我可以了 可以了 我这可以了 好 雨宁 哎 好 最后就看你了 如果你能 心跳在100跳以下 那你们全员过关 说明你们抗压能力很强 不强也干不了这一行 131 这年纪轻的心跳就是快 要不需要 我需要按压一下 别别别我受不起 受不起 我更紧张了 9595 好了 有网友说 你气质 歌唱能力 都只属于网红级别 凭什么现在 能登上很大的舞台去表演 只是一个网红 我觉得有些东西吧 存在集合力 我没什么可说的 网红就网红 无所谓啊 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无所谓 你觉得我是网红 我就是网红 你觉得我是歌手 我就是歌手 不是存在集合力 反正没靠你 对啊 就是无所谓 你看我自然是个网红 但我来能来这么好的节目 对不对 雨宁 存在集合力 反正没靠你 起来站起来就走 好 存在集合力 反正没靠你 是不是 128 哈哈哈哈 不行 我的天哪 这不是 我身体状况也算吗 就是我确实没有特别紧张 但是我就是今天血压高 再等等再等等 我们等你 我特别不好意思 你们在这晒着 好 再说一遍 现在多少 现在多少现在 还不出来 113 好 时间到 很遗憾 因为刘雨宁最后心跳是113跳 所以你们这一轮没有过关 现在不好这上面的节目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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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不怪你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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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刘雨宁成为我们淘汰候选人 好的 嗯 你后面要加油 当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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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导演 我们的摄像机就剩七八个了 哎呦 我们捡员比较严重 昨天刚送下去十个人 十个啊 嗯 他们小孩比我们大 他们还要来回跑 10个 摄像老师以及下山的摄像老师们辛苦了 给你们鼓掌 辛苦啊辛苦 现在到我们的体能训练营 我们考核大家的体能情况不合 体能训练 哇 这里就是体能训练的地方 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天 好好看 哇真美 真美是吧 这儿美的就是天 大家好啊 我是这次体能训练的极限特训员 我叫洛桑念扎 接下来这份课程呢 是呼拉圈接力赛 呼拉圈接力比赛时长三分钟 一共设计了八个点位 你们每一个人占一个点位 选手从一号点位出发 转着呼拉圈跑到二号点位 二号点位才能出发 以此类推 七号点位到达八号点位 游戏结束 游戏中 如果呼拉圈掉在地上的话 要从自己的点位重新出发 啊啊 重新开始 怎么转着走啊 咋边转边走啊 我就不会啊 你先转起来 不行 我原地都不会 我 我试试 不是他这个太瘦了 这个呼拉圈 啊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哦 这是可以的 我看我我看 好像不太行啊 套脖子上呢 套脖子上 来吧 你先来一次嘛 那我来 我来这 我来这 你在这吧 郭川我接你的 你接我啦 兄们 我又要我摟底 我不摟底 你上好码好吗 那你来这 好 你来这 我来这 我来这 双远 咱俩往下一坐 一个小时就在这儿等 然后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走不了啊 完了 逊哥 你把这个用力甩 然后在你肚子上 是吗 来 开始 可以 我发现这跑快 我发现跑快点也可以 你就用力在肚子上转一下 可以 来吧 手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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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手机 不要手机 时间 时间 来 可以 它可以 又掉了 慢慢的 它可以 它可以 好 OK 可以 郭川 最后咱四个是死扣 啊 哈哈 不能用下半身出口 刚刚说过了 什么 没掉啊 只能用上半身啊 快 没有你不用 你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后面尝着呢 早点了 等着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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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用脖子 用脖子 用脖子 我不想 大萱 耶 他现在心率有点高了 帮他氧气准备一下 但他心率多少 你还坚持不下来 那个 没有 我点他 我觉得脖子可能好一点 真的 让他脖子一路掉下去 脖子 你赶紧把锁了是吧 快锁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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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快 快快 走 快快 快快 走 快快快快 走 走 没下 没下 郭川 郭川 你别来 郭川 成呐 我都快断issors了 快跑 找到方法 我们这次找到方法了 看岳哥到第一个 对 你第一个 你免得最后功亏一篑 我第一个 我第二个 书军最后一个 我也 我没他快 佳伦哥 你去最后一个 好 哥 是个男人 拿喉咙往上顶 就这锁喉 知道什么是锁喉吗 拿喉咙往上顶 好 好了吗 来啊 来 开始 哦可以可以 好 掌握了精髓 啊 啊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真是顶猴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失败失败 哦不断 啊 再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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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哈哈 哎可以可以 哦厉害厉害厉害 可以可以 颈部 我安全起来 我也来个颈部啊 小心啊 哇 哇 可以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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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耶 哇 真是拿命壳了 左猴啊 真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恭喜大家 这一轮体能测试全员过关 没有要淘汰的候选人 好 恭喜大家 大家练了一上午了 也挺辛苦了 我们先去吃点午饭好不好 好 好 进去就不晒了 太好了 刚是不是真的喘不上气啊 真 我就感觉嗓子都开始疼了 哇 刚跑了几趟我也真的 高原上真的 这么一动 我现在脑子嗡嗡的 哇 吃饭了 哇 你们坐吧 坐坐坐吧 每次来你们节目都长胖 手酱羊肉 这个 真的这一块挺横的 上次我们在甘肃 这个都吃了四块 好吃吗 可以 来 味儿还是不错 嗯 还不错 太棒了 哇 你们都吃几趟 两块 我怕胖呢 直接用手 对 来 兄哥 咱两个儿俩 来一块 嗯 这是酥油茶 酥油茶 好好喝 它有一种奶盖茶的味道 是我喝过最正宗的酥油茶 这茶不错 这个搭着牛肉就绝了 大家吃饱喝足了 接下来就可以继续登山训练了 好 好 走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宝藏型 官方微博 边看边聊公益故事 也可带极限挑战宝藏型 发布视频 每周解锁惊喜彩蛋 哎 怎么还有鸡啊 这啥意思 这是要干嘛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 就是灵活度训练 这跟鸡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先要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具备 眼睛手快的一个素质 哦 好好 进去每人抓一只脏鸡 我怕鸡 它会啄我们吗 有两只不是脏鸡哦 体积小的是脏鸡 你体积大的不是 脏鸡呢 不要看它体积小 它是跑得快 飞得高 你进去了 我来 我 咔咔咔 咔咔咔咔咔咔咔 哈哈 我真的不敢抓鸡 我也不敢啊 我们先得把鸡赶到边边 好 我 我 这跑得太快了 抓不着 你让我抓一下 来 来 来 哎 诶 真飞啊 跑不动了 你看我和张姐抓 你帮帮我 我咋帮你 妈给我赶过来 要抓只最胖的 你给你赶你抓 你抓他 就是你就是你了 好好运哦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咱们有没有一种 团队合作的必要 你觉得 我觉得我们得齐心协力 这样 咱们四个先成立 成立一个小队好不好 来咱几个先帮他抓 先帮他抓一只 咱一块赶 赶到边好不好 行来 包饺子是吧 来吧 就这一群 就这几只 这样不是了 把我们出去呢 包括你 我们就一起给你围起来 围一下 这样一起围 来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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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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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块失败下来一轮 那边 那边大 那边多 来来来 没事 我还你弄归 哎哎哎 哎他就在一路了 上了 来 继续继 来 来 抓住 来 帮他呢 帮他呢 是哥哥帮我的 这是藏鸡吗 这都是老母鸡 这不是藏鸡 这是不是啊 你这个不是藏鸡 我这是装 藏鸡吗 你这个是藏鸡 他走了 我抓的是啊 但他刚刚挣脱了我 我 我最近来一个守株带兔 谁有吃的 有什么吃的东西 我看你这一轮就是他 不所有人有用水 我看你那一个 粗菜 我看你这一个不是 所以都为了 小粗菜 大粗菜 小粗菜 我看你这一轮 收拾一下 我看你这一轮 还在找道具 我看你这个 我看你这个 我看你这些 我看你这一轮 来 我来踏一探 扣住一身 别穿出来 扣是个好方法 我觉得得攻其不备 得攻其不备 先溜达过去 不看他们 这是吗 这是葬鸡吗 逊哥抓住葬鸡 你咋抓住的 下手呗 我害怕了 咱俩我跟你说 形成这种 你看 没用他们跑个快 厉害厉害 哇这么厉害啊 许哥 围補 太厉害了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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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厉害的厉害厉害 啊 汉哥 厉害厉害 轻哥厉害 啊 又一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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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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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你们厉害 谢谢你们 谢谢迅哥 迅哥棒 葬鸡跑得很一般 太快了 欢迎飞 刚才从我这儿飞过去 过去吧 然后恭喜大家 算全通过了 抓这只鸡是有原因的 这些葬鸡来自上海原建的 葬鸡养殖孵化基地 由于我们的葬鸡生长在海拔 三千两百米到四千米的高原 强壮的体格造就了它高蛋白 低脂肪细腻鲜美的肉质 葬鸡跑得快飞得高 所以拿来锻炼各位在高原 眼疾手快的能力 帮助大家在高原能够更好的活动 最后我们拿着这只葬鸡 我们来拍一段创意的视频好吗 好 来这个给你们 我很胖 你拿这儿吧 看看这各位父老乡亲 看看这个造型 从它刚刚跑步 矫健 敏锐的步伐 就能看出这只鸡非常的不错 它的那个应该很有嚼劲 肉质鲜美 高蛋白低脂肪 而且呢 它是生长在三千二到四千米海拔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脏鸡 它是非比寻常的一只鸡 你如果买回去舍不得吃呢 你也可以弄个绳把它系着 它能陪你锻炼身体 它跑得一定比你快 脏鸡就是香 现在恭喜你们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下面还有一项 所以接下来就是登山的知识考核 登山知识考核 还没学哪去考啊 恭喜刚刚大家在上一轮全员一致通关 所以现在这个考核只剩下最后一项 好 所有的理论知识点呢 在今天你们到极限登山训练营的时候 我们的登山教练就提前给你们讲过 等一下就来进行一项考核 总共有十道题 只要你们累计答对六道题 就可以拿走早上选择的求生物品 那我现在就出第一道题 当你在攀登雪山的时候 如果通过冰川的裂缝 多人之间彼此是要用绳子连接的 请问相邻两个人之间的 它的距离是多少 十到十二米 十到十二米 对了吧 对了 好 第一道 好 第一道 第二道题是这样的 通过裂系上的冰桥的时候 要采取什么样的姿势 要趴下 要那个扶不前进 扶不前进 扶不前进 对 回答正确太棒了 那第三道题 如果不幸被埋入了雪中 你应该怎么做 要渡口水 渡口水 渡口水现在看自己的位置 看一下我们的位置 到底没有翻过来 对 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倒立 对 太棒了 已经连续答对三道题了 那你 第四道题 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国 一九六零年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凌晨 我会抢答了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凌晨四点二十分 四道题 林队 好耶 棒 大家今天在一路进来的时候 非常认真地听讲 要改规则了是吗 无所谓啊 早知道不会这么简单啊 那么接下来的考核是这样的 有很多电影电视剧 都是在西藏取景 或者是以西藏的路视为背景的 七个人 你比我猜 所有人就是背朝一面 然后只有第一位成员 他可以看这个电影的描述 一百秒的时间 依次把这个电影描述传递过去 猜出这个影视作品叫什么名字 只能用形体是吧 对 你们再答对两十一就全员过关 哦 西藏的什么 钢仁波齐 钢仁波齐 攀登者 转身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迅哥知道好多电影 所以他可以去猜 直面宽广的猜 好好好 先试试 来三二一看题 完了 这个我不知道啊 这个 完了 按字来吧 计时看十一百秒 精彩了 完了 我听到这就感觉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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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什么 什么 我真不知道 来 家伦 我看什么 我看什么 什么表演 声音位置呢 杨大俊 我知道 这是去年非常 去年还是前的 非常小众的一个电影 但是口碑非常的好 叫《撞死了一只羊》 月月你答对了 你是吗 你可以啊 哥 哇 太棒了 哥 哇 太棒了 你这炙烧了 对了 《撞死了一只羊》 西藏的电影 刚才我就在想 关于西藏的什么片子 现在你们一共答对了五道题 还差一题就能过关 月月 你在最后 我俩一会儿猜 行行 大俊第一个 大俊去 不太会演 是 你可以的 你不要说你不会演 你别人搞笑的 他那些题 我不会看呢 关键他 他可能读不懂那个文章的意义 还是你来吧 你来呢你来 你能读懂 不要 你可以的大俊 你来啊 明月雪山作业 神奇的文明 淳朴的民风 纯洁的爱情 都在无耻的战争炮火中 荒惟炎灭 用血和泪 写成了一部反殖民侵略的民族史诗 这是红河谷吗 炒完了吗 你还给 我打开 脸的雪山 神奇的文明 纯朴的冥风 纯洁的爱情 都在无耻的战争炮火中 汇湃渔炮 用血和泪 写成了一部反殖民侵略的文章 是 太慢了吧 你读懂了没有啊 你知道你等会儿 你招什么急 赢不赢了你 演了吗 好了 来 倒计时100秒 看好了 来吧 就这要看这么久 快 快 阿爸 耶 我那个耶跟哪一样 是这种耶 耶 好 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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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康明哥 第一个 呃 呃 呃 耶 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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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来 啊来 啊 耶 不是这个耶 不是那个耶 耶 耶 你看 听到一夜 就会情急这样子 不是我们的做错 哇哇哇 这个 啊 嘭嘭嘭 哇 耶 递道站 哈哈哈哈 快 跟这儿有关 这儿跟这儿有关 哈哈 这儿能挖递道吗这儿啊 西藏的递道站吗 哈哈 红和谷 回答正确 对 恭喜六道集全部答对 我觉得你表演肤浅了 但是我大概能想到就是 它是一个爱情战斗篇 侵略的 然后人家就飘飘飘 啊 耶 就胜利了 对 哈哈哈 是人家聪明 我让猜出来了 那恭喜大家 今天一天啊 通过大家的努力 展现出了我们团队的精神 顺利的完成我们所有的培训 但是呢 有一位我们的学员可能要无缘我们的珠峰大本营之旅 哦 语宁啊 由于你在上午抗压测试中失败 所以需要去完成额外的回炉任务 那不行啊 那不行我们是个团队那不行 一起赢 一定赢 一定赢 对 语梁 语梁 我跟你去 你真的可以吗 真的吗 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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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家可以讲一下今天白天的守护的人是谁 好吧 有人守护我吗 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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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守护的是谁啊 是我吗 我守护岳哥 啊 原来都是守护岳岳 有人守护我吗 迅哥 我我真的很想守护你 我也守护你 真的啊 真的 哈哈 我也守护你 我好感动 好感动 远远还有一个人守护了 我守护 不会吧 我守护你 我觉得 我 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才是一个女生一样 哈哈哈 那么多人守护我干什么 所以我没有人守护吗 没有人守护我啊 你们 有的吧 不会吧 我本来猜迅哥 但他刚刚说我真的很想守护你 就代表已经没有守护我了 没到亲密 没到亲密 他刚才说的可能也不是真话 哈哈哈哈 只有你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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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守护了 要做一个自强的女孩 耶 耶 不需要了 守护余淑欣的人请站到余淑欣的后面 我感受到好像是岳哥的脚步比较笨重 哈哈 哈哈 啊 谢谢哥哥 我们太没良心了一个哥哥 没有 我也真的想守护你了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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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最后 给浩铭哥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们这一个 我们以为他们 我们以为他们 我以为他们 没有以为我拍照片一会儿 我以为你守护我 我全杀了 我今天手机里只有浩铭哥的照片 都没了 删光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我想起一件事 是不是有人守护我 他有跟我一块跟余淑一块去完成任务 是不是这么个理 是有就跟着我一块去了吗 哈哈哈哈 来守护 任佳伦的人 请向前一步 有啊真的 肯定是你 你别装了 哎呀就是他 哎呦 哎呦这装的 哎呦 为什么要守护我啊 我觉得你不太用守护 所以守护你比较简单 你这么想 你事实的守护 然后被想到你跟陪他去吧 我说表面有些 有些稍微有些心酸 哈哈哈哈 啊 所以你刚刚让我别去是这意思 对 佳伦不能去 哎 你真的可以 你要你要你要我我跟你去 我跟你去 谢谢 好好 你不能去 我不能去就还能 所以你们三个 请暂时离开我们训练营 进行回炉重造 而剩下的四位 可以在草原上尽情的玩耍吃喝 等待晚上的极限训练营晚辉 拜拜 拜拜 加油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 再见吧 再见吧 一定回来 我把刘雨宁带回来 再见吧 哦 我到前面拍拍风机 哇 哇前面这种鱼无敌了真的是 哇 美呆了美呆了 随便一拍就是一幅画 哇 哇 哦 还有月亮 哎呦这会云又变了 哎呀他这个就是 你随 你得随时拍 拍一个全景 这个全景 这个全景简直了 哈哈哈哈 太美了 小妹妹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扎西央 扎西央呢 在这呢 叔叔要带给你的 是清北网校的学习 一卡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大礼包 送给你 这里边呢 包含着六四天的 学习规划表 还有数学错题本 以及单次语法本 好多好多的学习用品 相信啊 你都能用得上 谢谢 清北网校APP 里面会教清北学霸的 学习方法 其他家长也有福利了 现在清北网校的 秋季特训单 八节课只要九块钱 还送大礼包 一到九年级 全科都能学 清华北大毕业的 老师带队教课 还不赶紧下载 清北网校APP 马上抢购吧 所有尽力风雨 这里像一张牙 兄弟齐先 齐力断金 到现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啊 既然我们三个坐在一辆车上了 是的 就不分谁是淘汰候选人了 对我们都是一起 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 我们三个是一个拯救小team 是吧 仗义是不是这意思啊 仗义仗义这意思兄弟啊 就是兄弟兄弟 哈哈哈 兄弟抱一下 哈哈说说你心里话 啊 不最近最后很比较火的 哥是那个哪个兄弟啊 想你了 你在那嘎大还好吗 我们就会上那老哥 是新的你会吗 我没听过 你在那嘎大还好吗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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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忧愁 统统都吹散 他们看我们电视剧 都是翻译成那个藏语的 是的 是的 我有一次看我自己的那个 四川有一个这个频道 我一看我说我这怎么说的藏语呢 而且他们有专门的配音演员 对 你们睡觉不用吸氧什么的 不用 很可能 我连着吸了好几天 睡觉必须吸氧 要不然难受 对 主要是眼睛会往外鼓的 对 肿 你看我脸 我平时脸没有这么大 哇 哎呀妈 他们三人跑哪去了 对啊 这么久 哎 哎 等会儿月哥 哎哥 你们怎么样 咋样 我们去我们去找宝藏了 还没找着 我们还没找着呢 你再稍微等一会儿吧 那是不是特冷啊 你们是不是回来的路都找不着了 冻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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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差最后一个事情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归队了 对 嗯 你们快点吧 太冷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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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尽快 我们尽快 他们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 下机 对 对 有没有话筒 画筒 画筒 画筒可以用吗 画筒来个画筒 喂 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各位拉兹县的朋友们 你们好吗 好 我们今天挑战 除了于昊明来过 我们几个大概都是第一次来西藏 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如此美丽的地方 也没有想到昼夜温差如此的大 中午的时候穿着背心 然后日照特别的晒 到了晚上穿羽绒服 晚上风大吧 对 晚上风大 大家累不累 不累 不累不累 那我们唱歌好吗 好 本节目由青北网校APP 特约播出 九元就能学的青北一线明师课 本节目由全球众多营养专家 一致推荐的金融鱼1比1比1 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自然修养的纽西之谜粉红炉会 赞助播出 天然粉炉会 一抹被修护 本节目由自然修养的纽西之谜粉红炉会 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青北网校APP特约播出 九元就能学的青北一线明师课 谁会唱歌西藏的歌 来 来 四区 百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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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